最近是不是天气热不舒服 有没有胃口呢 把萝卜先玩空 饮饿记得要提前爆发 再加入雪梨丝 冰糖 枸杞 放进锅里先蒸着 给你们来到不一样的一面 用培根的油把口骨炒香 然后再放入一块黄油 关键来了 注意看 广和芙芦 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吃 味道还是那样的浓郁 纯香 两块芙芦过筛 碾碎 再倒进锅里 一面也煮得差不多了 盖上盖子 半门四分钟 加入寡和俘虏的意面 熟悉的滋味中 又融合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满满的俘虏酱 口感更加丝滑香浓开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